必须要的公式 当然如果你做完之后发现错误没关系啦 有的时候说真的 你叫我帮你看 有的时候我也不见得看得出到哪里错 很简单一个方法 你干脆把我的完成的公式贴到你的公式的下面 你一看大概就知道哪里错了 只要插一个刮符 或者插一个什么呢 像锁定符号有没有 $符号 那就很容易出错 而且我尽可能的帮各位用黄色 已经把它mark起来了 反正这个黄色就是刚刚复制贴上的东西 好 那再来的话又要更上一层头 VBA 这个难度又更高 不过 仅供参考 如果你可以的话 当然你就尽量做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至少有一个概念 回去还是花一点时间 就是把前面做完再做下 大概就是 我们的目标 很清楚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变成五个按钮 OK 那这五个按钮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只是说呢 换一个环境 不是用函数做 而是用VBA做 OK 那怎么做 我想 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做的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刚刚是变成一个数字表 一个1到42 我们是用Color跟Rub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不是用Color跟Rub 而是用VBA把它写出来 OK 那VBA怎么去把 这个一键按下去 这个一键按下去 可以就完成一个数字表格 那我们demo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按下它 自动1到42 帮我完成 那里面的话其实只有五行程式 里面有两个回圈 加一行程式 OK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前面我们有讲的比较多是 For I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我们是For I等于第三到第八列 不过呢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是 列之外还有蓝 所以蓝的话呢 所以里面我的习惯是用I来表示哪一列 那用J来表示哪一蓝 不过呢在以色列里面虽然是A到G 对不对 那特别是VBA里面回圈只支援数字 不支援文字 所以你不能说For J等于什么呢 A到G 没有这种叙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只能用1来表示A就是第一蓝 到第几蓝呢 到第七蓝 所以For J等于1到7 OK 所以有列有蓝 再来就是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放在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将来我们去怎么称呼它呢 就是Sales 先列刮虎I列的追蓝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先蓝再加上列的几倍 列的乘上7的几倍 所以我们程式写完 我们来看清楚 所以两个啦一个输出一个清楚 那输出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直接来看程式好了 基本上呢写完之后 那当然第一个我是插入一个模组 这前面都讲过了 所以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话呢 那我也许名称叫万年龄一 数字表格 所以我刚刚讲的 For I 有没有 等于3到8 就是列 For J 等于1到7 就是它的蓝 OK 这个其实你慢慢习惯 你都是看着上面写的 然后呢把后面的东西做完之后丢给前面 前面就是我们把I跟J哪一列哪一蓝 直接输出到这边 那它的逻辑 因为我刚刚讲过啦 用J来表示蓝 蓝就是Column Column 那用那个I来取代Raw 有没有发现 跟刚刚那个公司还蛮像的 刚刚是Column 加上什么呢 Raw减3乘上7 我只是把Column跟Raw的概念 改成J跟I J是蓝 I是列 结果呢 串完之后把结果丢过去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呢我按Raw 8好了 逐行来跑 你会发现它第一个会输出什么 把后面的东西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那现在的是三列 那这个是一蓝 所以呢 三列一蓝 那就是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OK 然后它丢 这边的等号 在这里是 应该叫做赋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串完之后 赋予到前面的意思 这个等号 特别注意哦 之前还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很有趣 他说老师可不可以这两个颠倒 这个写前面这个情况 当然不行 这是固定规则 规则就是你只能够follow这样的规则 你不能去变更那个规则 因为VBA的撰写就是有固定的规则 你就是要适应这样的规则 把后面的东西赋予到前面去就对 那把它赋予哦 所以它串完之后会丢到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办法一 那因为呢这个指的是内回圈 它会先把里面的走完之后再走外面 所以现在呢 追是1对不对 那再来NAS的就是NAS的追 NAS的追的话 J现在等于2嘛 那I还是3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会输出到哪一个 换这个吧 有没有 这边变2嘛 一样第三列 有没有 所以呢输出 那这边串完之后那就2 所以串过去2 有没有 那再来NAS的追 就变成第三篮 一样第三列 所以它会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追全部都输出完之后 再来有没有 跳到这个这个外回圈 然后外回圈的话就NAS的I 意思就是把3变成多少 变成4了 所以这个时候I等于多少呢 I等于4了 然后追又回到1 所以就变这个 然后直接输出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8 9 10 意思类推 应该可以懂得逻辑啦 只是说你们慢慢要适应 以后VBA输出就是这样输出 OK 那把它输出结果 那一样的把这公式复制贴到底下 把后面的东西 有没有 你把它改万年历清除 然后这边的话改一个空字串 丢出去的话呢 它就变成一个清除了 有没有 这个是把上面复制贴过来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所以等一下1 2 3的话是第一天位置 要把它什么 刚刚我们是用weekday 有没有 抓到哪一个位置 这边一样有啦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用VBA来写 那这地方该在哪边动手 我们刚刚不是Colin跟Ru吗 其实那类似 原始原则差不多 我们一样把那个什么 刚刚的公式复制贴过来之后 在刚刚不是Colin减掉 那个我们L3对不对 加上1 那实际上在这边只是在 这个公式里面 加了这个 所以以后如果固定的 那个出称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用range 加上1 所以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只有改这个地方 输出它就变成像这样子 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小于1的 跟大于那个L3的那个范围之内的这个 把它删掉的话 那这个就是后面的部分 不过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如果说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 如果有问题的东西 其实可以参考 或者甚至你可以先用 利用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 再来修改 如果你贴上OK 然后我是建议你可以有些部分的程式 还是要试着重新自己打一遍 然后另外的话 那个增加按钮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这边有5个按钮 所以请各位也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把那5个按钮的程式 也许刚开始没有那么厉害 没关系 你可以先 先贴先软吧 然后把不会的力 把比较不熟的部分删掉 重新自己输入看看 就制作服务的问题 到这种或者 那么多顺麓的问题 你可追求